有感于香菇走失过于严重 以及农粮署所推出的 固疗改建相关计划等议题 让顾农有很多的建议与疑问 立委蔡北惠宇 先月盲球署服务处 是特别来到水里香公所 召开菇类栽植 与提升产业环境座谈会 现场也有来自海巡署 农粮署等中央级的长官 前来亲自说明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诉求 就是从液染进口的数量太多 打击到我们的 所有的菇类产业 太严重了 然后第二个诉求就是 从金门最近几个月来 那个走失 用化整围林 让所有的旅客一个人提 1.5公斤提进来 他们在收给佣金 给酬劳 再把它整合起来 再寄到我们台中的 那个水澜机场 松山机场 惠宗处的针对孤社发行外 农民最在意的 还是进口与走失的问题 希望政府能够解决 主要还是在于那个 走失的问题 还有一些进口的问题 然后加上就是一些 所谓的太旧放心 这对我们年轻一辈的 要回来接的话 都很有帮助 对 然后像说 希望政府可以重视一下 所谓的进口问题 因为它说 是从200多顿开始 然后开始一直足连在增加 现在已经增加到 已经在800顿了 可是以台湾人口的话 它只有此人吃到 感觉满外国人的干香菇 而且说政府看 可不可以做一个 那个控制的量 因为王秋叔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座谈会 政府能够重视农民的心声 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人都会利用 这些草苏的草苏的部分 来大家到我们在地的草苏的市场 也会来了解到我们 台湾现在要来补助我们的 草苏農的这个 它的古香古料的老旧 翻新的这个补助 让我们更加我们的农民 来做到我们的这个申请 来补助到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开销 让他们保障 让他们减少他们的付出 这些资源 让他们来补助到 我们的政府的保障 且望透过这样的座单会 让官员与农民面对面的沟通 所有可以缺席了解到问题所在 也可以倾听农民的心声 并给予适当的协助 记者邱品毅水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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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